第七百五十一集 皇族秘阵 在这红尘女与那些权贵大能出动的同时 白小春这里眼睛赤红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红 冲出包围杀向周红 周红灭色一变 他知道白小春的厉害 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与其正面接触 此刻急速后退 口中却传出阴冷之声 这白后已杀人 今日必死 我们要做的 只是将其拖住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出手 将其轰退 他四周中人也都看出问题所在 尤其是里面那些参与了炼魂壶知识的魂修 更是知道这是报仇的好机会 此刻纷纷出手 一失之劫 术法比之前还要强烈太多 化作了层层堆叠的大浪 向着来临的白小春 直接的排挤而去 白小春身体一晃 永夜伞撑开 速度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快 嗖嗖而去时 他更是右手一拍除袋 立刻一把练灵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直接就被他拿在了手中 依靠永夜伞直接冲进了后 白小春大吼一声 手中的长枪瞬间刺出 一个巨大的漩涡被白小春一枪形成 轰明四方时 周虹吸了口气再次后退 与此同时 在这周虹身边始终跟随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面色阴沉 目中却好像在算计着什么 眼看白小春竟杀了过来 立刻目光一闪 取出一面古朴的罗盘 诸位道友 按照罗盘指引 各自归位 这青年话语一出 他手中的罗盘竟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更是于白小春的四周降临投影 那投影中有上百的光点 错综的环绕在白小春四周 甚至随着他的冲来也在移动 四周重修 眼看如此纷纷目光闪烁 立刻选择靠近的光点 迅速归位 当第一个魂修归位后 瞬间 他身上出现了一幅光芽 更有一丝丝雾气 凭空在白小春四周环绕 白小春面色变化 他立刻就感受到一丝微压降临 很快的 随着归位之人越来越多 每个人身上都在归位后 出现了光芽 这些光芽 更是彼此连在了一起 而白小春四周的雾气 也越来越多 形成了惊人的威压 使得白小春在那阵法内 身形受阻 甚至周虹也亲自参与进去 使得这阵法之力 短时更为强悍 不过也不是所有来人 都继续选择了与白小春为敌 尤其是之前的那两批 如赵东山等人 此刻纷纷被白小春的战力震慑 哪怕看到白小春被阵法包围 也都迟疑中 没有选择靠近 纷纷退后 一群没用的东西 周虹眼看赵东山这些人如此表现 冷哼了一声 没去理会 而是与四周众人一起环绕阵法 使得这阵法浑然一体的同时 每次散出的神通术法 都如同集合了众人之力 惊天动地 白小春面子难看 在这阵法内不断移动 他的四周都是雾气 仿佛逆转乾坤一般 使得他找不到丝毫方向感 而这还不算什么 来自四周的威亚 此刻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道剑光 从四周呼啸而来 这些剑光 让白小春眉头紧重 任何一道剑光 其威力都不小 甚至他拿出涌夜伞 也都在阻挡时 身体被轰得倒退 阵的全身气血翻滚 他看不到外面 可外面的人 确实能看到白小春 赵东山就清晰地看到 随着四周那上百魂修的移动 白小春四周的空间越来越小 可以想象 随着时间流逝 一旦这阵法运转到极致后 也就是其杀劫降临之势 赵东山也都吸了口气 心神一阵 这是什么阵啊 抽红此刻一边冷笑 一边随着阵法移动 感受着体内修为 被身体外光颊吸走 同时也注意到阵法内的白小春 其闪躲的举动后 他不由的看了眼内在阵法外 手持罗盘 不断拨弄的灭色 阴沉的青年 二皇子给我派来的这个帮手 的确是个阵法上的大能之辈 白昊啊白昊 你怕是没有机会知晓 真正对付你的人 除了我以外 还有二皇子 甚至此时 大皇子也都默认 你得罪的不仅仅是权贵 还有皇子 在周红冷笑时 阵法内的白小春 此刻灭色更为难看 他身体一晃 寒山状直接爆发 速度也展开极致 向着一个方向直接冲去 轰鸣中阵法震动了一下 可白小春却被一股大力反弹而回 灭色难看时 他也察觉到了 这阵法的防护 自己很难穿破 这是集合了外面众人的防护于一体 白小春身体一晃 避开一道的穿梭而来的剑光 那些剑光内蕴含的气息 让他一样的感受到 这些剑光的威力 也在不断的加强 怕是用不了多久 这些剑光都会无限的接近天人 甚至达到天人的程度 白小春吸了口气 这阵法之力 让他很是心惊 此阵竟如此玄妙 且布置起来 居然速度这么快 一般来说 越是威力巨大的阵法 在布置上 越缓慢才是啊 白小春皱起了眉头 脑海浮现出 站在周魂身边 那个取出了罗盘 开口不振的青年 此人他很陌生 但确定不是炼魂湖 那出现之人 你们真的认为 区区一个阵法 就可以将我困住吗 白小春猛的抬头 眼中露出一抹疯狂 他知道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巨鬼王能不能让红尘女出来帮自己 还是凉说呢 他不能干等下去 这阵法威力症急速攀升不说 而且一旦时间久了 对他本身而言也是危机 那么就看看 是你这阵法厉害 还是我的不灭地圈更狂暴 白小春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吸上来 他身上的一切气息 一切波动都在这一刹那消失 全部如盗卷一般 收缩到了极致 甚至就连自己的生机 也都在这一顺 消失如被压缩 仿佛河流逆转 从一切江河中倒流 全部汇聚到了源头 一切神识看去 都再察觉不出 白小春丝毫的气息 肉眼去看 也只能看到 他在那里 似乎成为了尸体一般 这一幕让赵栋山愣住 可周虹却是在看到后 面子猛的变化 顿时疾呼 他就要用出那一拳了 抽红四周 组成阵法的众人里 也有一些 曾在烈魂湖内 亲眼看到这一拳的 惊天动地 此刻都灭色一变 纷纷体内修为全面爆发 实在是那一拳的阴影 让他们一生难忘 只有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嘴角露出一丝精密 他没见过这一拳 也看到了周虹等人的色弊 可他相信 自己这阵法 天人以下 无人可破 皇族逆阵 岂能是这区区一个白号 就能破开的 可他们不知道 包括周虹也不知晓 如今的白小春 他即将施展的 这不灭地权 与曾经他们看到过的 威力截然不同 当初在烈魂湖内 这不灭地权 只是白小春的 肉身一倍之力 可现在 随着他脆骨径 从第八成天 突破到第九成天后 他的不灭地权 已经可以爆发出 两倍的肉身之力 一倍就已经撼动八方 如今两倍的话 其威力到底多大 白小春也不知晓 可他明白一点 就算是红尘女 亲自来面对这一拳 也必定受伤 此刻 白小春眼中 也都平静无波 整个人好似枯木一般 唯独他的右手 此刻抬起 握住成为了拳头 在这一拳握住的刹那 他的拳头外 赫然出现了 一个黑色的漩涡 这漩涡如黑洞一般 在出现的一瞬 竟让其四周扭曲 甚至那来临的剑光 在这扭曲中 也都被影响 竟纷纷瓦解 一股悬之又悬 可又让人心底 骇然恐惧的气息 从那黑色的漩涡内 周然散出 扩道八方 弥漫阵法的刹那 让这组成阵法的众人 全部心神悸动 内心深处 产生了一股 惊骇无比的 强烈危机感 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也是灭色周然变化 他手中的罗盘 竟在这一树 举力的颤动起来 似要出现不稳的征兆 不可能 这罗盘青年 禁不住师生惊呼 要知道 对方这还仅仅是 棋手势啊 第752集 天人一拳 就在周虹等人 以及这罗盘青年 纷纷悍然师生的瞬间 突然的 一股滔天的霸意 轰鸣中 就从这阵法内 惊天动地而起 那是一尊巨大的身影 穿着地袍 戴着地罐 经面具之力遮盖后 虽万人所看模糊 可其身上的霸意 无论是组成阵法的众人 还是赵东山等 远远避开之人 全部都是心神忽明 一个个都喘着粗气 似乎在那身影的面前 他们是那么的渺小 只能去仰望一般 尤其是周虹 他的感受更为清晰 因为他在猎魂湖内 经历过一次 白小春的不灭地权 他这一次 清晰的察觉到 眼前这个身影 竟然比当初 还要让他震撼 不但更为真实 且那霸意 也如同食指一般 与之前 猎魂湖内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压得他 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 这 这周虹身体 猛的就颤抖起来 他都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此刻组成这阵法的所有人 全部都脑海 瘟鸣 心下 恍然 思绪翻腾 就在他们这里震撼时 阵法内的白小春 他猛的抬起头 面无表情 右手 也随之扬起 向着正前方 明明是一片 虚无雾气的地方 狠狠地 一拳落下 他的心中 更是轻贺一声 不灭 地拳 他身后那巨大的地影 也随之抬起了拳头 一样轰出 这一幕 远远看去 根本就看不到白小春 能看到的 只是那阵法中存在的地影 如同 疲逆一气 崇高无比的至尊 向着前方 一拳打出 难以形容 这一拳的气势 仿佛所有的言辞 都无法去表达态度 在赵东山的眼中 他只看到 这一拳落下后 似乎这方天地 有神奇降丽 令风雨 变幻褪散 一股惊人的意志 居然冲天而起 成为了这里的天意 天人 赵东山彻底傻眼 四周所有人 全部心脏狂跳石 那阵法传来 滔天轰鸣 更有咔咔之声 此起彼伏 不断地扩散出来 组成阵法的所有人 包括周虹在内 他们身上的光架 在这一刻 瞬间就出现了 无数的裂缝 他们清晰地感受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大力 如同惊涛拍案一般 向着他们排山倒海而来 而他们如同成为了孤舟 根本就无法阻挡 轰鸣持续中 一个魂修身上的光甲 直接四分五力 在碎裂的刹那 似乎失去了防护 他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身体就好似被山峰撞击 整个人喷出大口大口的鲜血 被直接轰飞 落地时直接昏迷过去 实在是随着阵法崩溃 他除了要承受 白小春本身之外 还有阵法破碎后的反噬 双重伤害加在一起 就使得此人难以承受了 随后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眨眼的功夫 二十个 五十个八十个 组成阵法的 这上百人 全部都惨叫中 身体被陆续的轰飞 气血翻滚不说 五脏六腑都要碎裂 尤其是修为 更是近乎 崩溃一半 纷纷的撞在四周的地面 或是建筑里 在那双重伤害下 一个个有出气 没进气 奄奄一息 周虹也在其中 虽坚持到了最后 可还是狂喷鲜血 全身上下如要崩溃 倒退而去 阵法刹那间直接崩溃 随着崩溃 那手持罗盘的青年 他手中的罗盘 也直接就四分五裂 而他也受到强烈的反噬 一下子 整个人就苍老下来 头发都成为了灰白后 喷出的鲜血里 都带着内脏碎块 可他毕竟是阵法的操控者 凡事比其他人大太多了 哪怕他施展开密法 用寿源化解 可还是不够 此刻绝望中惨笑一声 身体轰的一下 直接就爆开 形神俱密 一股风暴 直接就从那崩溃的阵法中 滔天爆发 席卷天地 轰轰声响 横扫四周 掀起无数狂风的瞬间 白小春的身影直接就从那阵法内一步走出 他头发散乱着 身上也没有那种惊人的霸异 也没有了那让人觉得危机的恐怖 可偏偏 这一刻的他在所有人眼中 确实如同仙魔一样 在他走出的一瞬 赵东山发出一声尖叫 整个人如被惊醒一般 急速倒退 不敢再停留丝毫 其他那些之前远远避开的众人 也都吸气中 纷纷的快速逃散 他们此刻心头大为惊恐 实在是白小春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与极度的恐怖 太强烈了 没有去理会逃走的赵东山 白小春呼吸也都不问 那一拳的打出 直接就将他身体掏空了 肉身之力全部消耗 若非是修为还在 以修为去操控身体 怕是他现在连动下手 直逃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走出的一瞬 白小春修为运转 身体一晃之下 直接就飞出 向着那些被他轰飞的众人 一一追去 这上百人此刻全部中创 更是被白小春震慑了心神 而白小春虽肉身之力消耗 但修为还在 很快的 他就一股作气 将这上百人 包括周虹在内 都一一抓了回来 扔在了地面上 做完这一切 一股深深的疲惫 让暂停修为运转 以待应变的白小春 眼前有些话 他使劲咬了下舌头 让自己勉强清醒一些 喘着粗气 怒视四周地面上的 上百人 一而再 再而散 欺人太甚 白小春咬牙开口 声音沙哑 可却让这四周中人 已经是灭色苍白 尤其是周虹 看向白小春时 如见了鬼一样 他实在无法想象 眼前之人 为何强悍到了 让人觉得无法窒息 匪夷所思的程度 那是什么神头 眼影镜中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秘法 这到底是什么犬 周虹内心咆哮 可面色沙白 使得他苦涩中已明白 这白好 时刻都在变强 而他这里 不知不觉 已被落下了太多太多 那一拳 原本就是他的噩梦 可现在 这噩梦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愈演愈烈 成为魔眼 笼罩他的脑海 不但是他如此 此地其中众人 一样在看向白小春时 一个个都头皮发麻 亥然到了极致 他们里 很多都是听人说 这白好强悍 可现在 他们算是真正知道了 传言说的不准确 这白好不是强悍 而是变态 简直不是人的 白小春调整着喘息 渐渐平缓的呼吸 好似鲜魔低影 不满血丝的双目 盯着这些浑修天骄 拿出一枚造化丹 一口吞下后 他全身一震 这造化丹的确玄妙 他修为瞬间恢复 体力虽没有完全恢复 可也让他好过了不少 此刻深吸口气 他拿着永夜伞 走到一个浑修面前 在这浑修的惊恐中 直接戳了下去 瞬间 一股升级之力涌入 白小春身体一震 肉身之力再次恢复了一些 而那浑修则是惨叫凄惨 身体刹那就枯萎 好在白小春打出不灭地拳后 傻心也都少了很多 这才抽出永夜伞 走向下一人 顿时 众人头皮发麻 无论是曾经裂魂湖经历过的 还是没有经历过的 此刻都一个个开口声音不断 白豪 我没有话好说 你别 你 你 白豪 你不能这样 在烈魂湖你已经信了我一次 不要 不要啊 白豪 你胆敢杀我 你敢 我家老祖师天公 白豪 这里不是烈魂湖 这里是魁黄城 种种声音或是哀求或是怒吼或是威胁不断回荡 使得这四周店铺的店家此刻都在偷偷打量后连连习气 实际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关注这一站了 实在是不关注也不行 就在他们店铺门口发声 此刻看着白小春如此生猛 一个人居然将这所有人都弄到了如此程度 他们也都后继被发凉 越发觉得这白豪实在是当时罕见的猛人 深不可测呀 实际上倒也不是白小春强悍到这种程度 这数百人若是一起到来一起出手 白小春不死也要重伤 可他们分成了三匹 而且还有一部分如赵东山般逃走 这才让白小春这里看起来是凭着一人之力 强势地击溃所有 第753集 蛮荒克我呀 而最终的那阵法 一样让白小春很是吃力 只能去施展不灭地全 好在有造化丹 否则的话白小春也都没办法了 此刻他看着丝绸这些天骄心中有气 每个人都戳了一下 尤其是周虹等人 白小春更是发了痕 连续戳了好几下 残叫之声此起彼伏 只有周虹 他死死地咬着牙 没有横出一声 盯着白小春 怎么了 你还有道理了 你奶奶的 当初在练魂湖 是你找我麻烦 之前孙伊凡与司马涛 也是你安排的 今儿这一出戏 更是有你 白小春瞪了过去 真的很想一咬牙 将这周虹灭了 可却不能不去考虑 对方的老子 你要不是有个半生老子 你白爷爷我 早就灭了你了 白小春哼了一声 在这周虹身上 又多戳了好几下 直至将这周虹的声机 吸得只剩下一丝时 他体内的脆骨 第九重贴 猛的波动起来 白小春立刻霸手 感受体内的不死骨 净结实 立刻感觉到一股暖流 瞬间从自己全身骨头上散出 游走全身时 他身体一震 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无论是力量还是防护 似乎强悍了一些 同时 他的脆骨镜 也就此突破 真正踏入到了利骨镜中 哼 你们有背景 我也有背景 不死骨境界提升 这惊喜若是坏了其他时候 会让白小春很是激动 可现在 他嘴上虽这么说 可心中却敲骨一般忐忑 很是发愁 巨鬼吧 你这次可一定要靠谱啊 不然我这一次就真的危险了 我虽不是你儿子 可我是你女婿啊 都说女婿能顶半个儿啊 白小春是长叹了一声 觉得是烦恼无比 实在是这一次 他觉得很委屈 这完全是无往之在 他什么也没做 在家里好好地练活 可偏偏的 这些人的脑袋有问题 全都跑来打自己 我能怎么办 不还手 我就被他们弄死了 我也不想杀人 那是意外 白小春越想越觉得悲催 可偏偏此刻还不能逃走 一旦逃走 就真的是没了路可走 一想起 自己若是混到了被蛮荒通缉追杀的程度 那还不如直接露出身份 告诉别人自己是白小春的 若是真到了那个程度 我也太失败了 这蛮荒克我呀 两个身份居然都要被通缉 白小春想到这 真的想要嚎啕大哭 然后又发愁自己的修为 他现在不敢去练灵园婴了 再练下去 谁都知道他就是白小春了 怎么办啊 头大呀 白小春叹了口气 赶紧给巨鬼王传音 告诉对方自己杀了人后 巨鬼王那里也沉默了 好半日上才骂了白小春几句 赶紧去处理 听到巨鬼王还能骂自己 白小春心里反倒是有些安慰 琢磨着也不枉自己 对巨鬼王忠心耿耿 还有许珊以及陈漫瑶 这两个是祸端的 白小春想到之前争斗时 四周那些人里传来的诸多话语中 都不少提起了二女 他就已经明白了不少 他们引起的麻烦 自己却跑了 白小春想到这儿 更委屈郁闷了 可就在这个时 他忽然灭色一变 抬头时 整个苍穹传来轰鸣巨像 一股股惊人的威压 直接从四方降临而来 根本是在那天空上 此刻出现了两张巨大的面孔 一个中年 一个老者 随着他们的出现 天然气息强烈无比的爆发出来 形成了封锁 使得这四周的天地 在这一刻好似成为了 囚牢一般 天人 白小春目光一缩 他知道 这是那些天骄背后的家族来人了 而这两个天人 显然就是魁皇城的 十大天宫中的两人 在这两个天人出现的同时 更有一道道半部天人的气息 也在这四周急速而来 甚至还有仿佛被杀戮质宝锁定的危机感 也在这一刻 让白小春这里 双目一闪 两个天人 九个半部天人 还有无数魂羞 白小春 内心 哐当一声 他明白 这里是魁皇城 是整个蛮荒强者 最集中的地方 所以 看似天人 经常出现 可实际上 在整个蛮荒 天人 也就只有这么一些而已 白小春紧张 可他四周 如周虹等人 一个个儿虽然皮包骨头 可在看到那两个天人 以及四周的无数强者后 虽如今身体无法动弹 可那激动之意 从目中 可以清晰看到 此刻的苍穹上 那两个到来的天人 他们望着白小春 四周地面上的众人 看着那一个个生机大损的样子 尤其是在里面 看到了自家的紫色 他们灭色 也都难看了 目光很快的 就落在白小春身上 再看向白小春的刹那 一股杀意 骤然散出 以他们的身份 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是来到这里 就已经是姿态了 将这白号 拿下 那位天人修为的中年男子 淡淡开口 其声音如有天微 再传出的瞬间 就轰鸣八方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四周内九个半部天人的天侯 也都一个个杀意弥漫 他们也看到了 在下方的人群内 自家的子嗣天骄 尤其是其中有两个天侯 他们的墓中 亦是通红 显然是知晓了他们家的子嗣 已命丧此地 言下 随着那位天公的话语 这九人立刻就化作九道长虹 直奔白小春而去 白小春呼吸一致 此刻来不及多想 身体刹那就到腿开来 几乎在他腿后的刹那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 传来一声哄天巨响 大地崩溃 虚无坍塌 直接碎灭 若是他躲得稍微慢一点 必定就会被牵连在内 白小春心底焦急 可如今他没别的办法 只能去相信巨鬼王可以处理此事 身体急速后退时 那九个半步天人的天侯已骤然杀来 这九人与当初的小圣王不一样 小圣王公孙义当初与白小春一战时 是临阵突破 刚刚踏入 境界并非稳固 而这九人身为天侯 不但是彻彻底底的半步天人 更是在自身境界中 其吟多年 哪怕在半步天人里 也都是佼佼者 任何一个都能与白林媲美 若是单独的话 白小春有把握战胜 可如今九人一起出手 就让他这里头皮发马 只能后退 这九人出手极为狠辣 没有丝毫轻敌 直接展开杀手戒 一时之节 日月无光 虚无变化 种种术法神通 好似要将天地昏开 如同一只有着九根手指的 诡异大手 向着白小春那里 不断的射去抓去 这大手极为恐怖 让白小春这里心惊肉跳 他有种预感 一旦自己被这大手抓住 那么一捏之下 就算是自己的肉身强悍 也要行神俱密 这鬼王 你要再晚些化解此事 我的小命就没了 白小春内心尖叫 额头汗水不断流下 在那巨响回荡中 身体急速移动 他明白 只要自己慢了一下 必定就会被那九只大手 一把抓住 有本事 一个一个来 白小春心底颤抖 可嘴上却大吼起来 身体再次后退 好在他肉身速度惊人 配合修为运转 使得这个速度更快 且最重要的 他的不死骨境界 已从脆骨突破到了利骨 使得肉身更为强悍 在这速度的表现上 比之前快了一些 如此一来 他的四周 在这急速的移动时 就出现大量的残影 竟凭这一人之力 在这九大天侯的神通下 虽无法反抗 可却能在这闪躲中 拖延时间 这一幕 让那九位天侯 皱起眉头 九人一起出手 本就已经是高看了对方 可如今此人的速度超凡 竟让他们短时间 无法追杀 眼看如此 苍穹上的那两个天宫 面子顿时更沉 那中年天宫冷哼了一声 其漂浮在苍穹上的巨大面孔 此刻瞬间凝聚在一起 竟化作了真身 此刻右手抬起 向着下方逃窜的白小春 淡然一指 在这一直落下的瞬间 远处红尘女的声音 带着怒意骤然传来 陈高松 住手 第754集 天随人月 这向着白小春出手的天宫 正是陈雄的长辈 魁皇城十大天宫中的陈好松 魁皇城的十大天宫都是天人境界 而且并非寻常天人 而是天人大圆满 他们诗人就是魁皇城的重要抵御 远非聚鬼城的三大家族的老祖 与无常功可比 就算是红尘女 若论修为的身后也都不是对手 只不过 红尘女的父亲 毕竟是巨鬼王 这是她的底气的同时 在她的身上也拥有巨鬼王 给予的 能让她在天人大圆满的面前 也能有一战之力的质保 可这质保 只是让她能在天人大圆满的手中 周雪 若要去保护某个人 就极难做到 尤其是 此刻 陈好松已经出手 这就让急速而来的红尘女 灭色一臂 只能急速开口阻止 但 陈好松目光微微一闪 眉头轻轻一皱 红尘女那里的人情 她之前已经还了 而眼下对方出现在这里 显然 又是为了这白号而来 她更是清楚 红尘女或许本身是不愿的 这背后必定有巨鬼王的身影 一个死人的话 不知道巨鬼王 还会不会为她出头呢 哼 陈好松冷横 对于这白号 她如今虽是首次看到 可心中的恶感早就存在 那八千多万魂要的豪赌 让她很是难看 此刻根本就没理会红尘女 这陈好松手指不但没有收回 反而速度更快 向着白小淳静止止去 几乎在陈好松一直落下的瞬间 白小淳这里脑海直接轰鸣一声 之前陈好松没出手时 他只是感觉此人与那老者 危压很重 但现在随着对方出手 白小淳面色猛然大变 他立刻就察觉到 这陈好松可以说是自己 所看到过的天人里最强的一个 甚至他的这意志 看似没有引动天地意志 但偏偏的 这意志给白小淳的感觉 是必定会轰在身上 无法闪躲丝毫 仿佛天随人月 而实际上 这就是天随人月 这也是天人中 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他根本就来不及多想 也无暇去理会 身边四周那九个天猴 此刻整个心神里 都已经是惊涛骇浪 全部都是这惊天动地的意志 在他眼中 这意志已经取代了苍穹 无险之道 他的落下 似天地坍塌在自己身上 那种感觉 似乎身体以及灵魂 都要崩溃爆开 危机关头 白小淳发出狠厉的嘶吼 那种强烈的生死之感 让他立刻就明白 若无法对抗这意志 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来不及多想 白小淳嘶吼中 直接就取出了那把巨鬼王 给他的黑色长枪 这把练龄十六次的长枪 在被白小淳取出的瞬间 他没有拿在手中 而是猛地扔出 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 直奔来临的 陈豪松的意志而去 做完这些 他根本就不去看结果 身体急速后退 在这后退时 他一只手取出涌夜伞 猛地撑开后 另一只手则是在退后中 到了周虹身边 在周虹灭色大便中 白小淳一把将周虹抓在手中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都是眨眼间发生 几乎在白小淳抓住周虹的刹那 一声汗天巨响 惊天动地的雷鸣般炸开 就是那把十六次练龄的黑色长枪 在半空中 与陈豪松落下的那一只 碰在一起后 爆发出的滔天风暴 这把练龄十六次的黑色长枪 肉眼可见的寸寸碎立 秦克杰就直接被摧毁 瞬间粉碎的同时 那根手指也不由的暗淡了一些 毕竟这是练龄十六次的至宝 若是换了寻常天人 怕是这长枪的碎密 就可化解天人一击 只是这陈豪松是天人大圆满 他的出手更为强悍 随着黑色长枪的崩溃 这虚幻的手指瞬间再次落下 直接就出现在白小淳的面前 狠狠的按在了永夜伞上 巨象再次哄哄而起 永夜伞的防护没有坚持多久 整个伞身就被撕裂开来 其上那被面具之力 遮掩模糊的似哭飞哭 似笑飞笑的鬼脸 也都尖叫一声 从伞身上脱离 向着那手指猛的一口吞噬 只是这吞噬如同蛇吞象一般 那鬼脸很快就轰然崩溃 伞身彻底被摧毁 可刺伞的伞骨却不知是什么材质 竟在这一刻依旧不损 白小淳心痛永夜伞 立刻收起 身体借助着撞击力 再次后退时 那手指被连续两次削弱 此刻已暗淡了大半 再次临近时 周虹发出凄厉惊恐之意 被白小淳直接放在了身前 我就不信 你敢杀一个半神之子 白小淳大吼了一声 同时在收起永夜伞的瞬间 取出了一枚造化丹 拿在手中 这一切太快 天空上的陈好松 眼看白小淳将周虹挡在身前 脸色陡然间变得极为难看 不由的目光一闪 这一闪之下 那虚幻的手指 竟在这暗淡的基础上 自行消散了一半 更为虚幻后 才直接点落在周虹身上 可却不知为何 在碰触周虹后 竟穿透了他的身躯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淳的面前 一指钟落下 在这落下的刹那 白小淳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 一把将造化丹放入口中的同时 他的左手直接就一拳 向着来临的虚幻手指 直接哄去 哄哄的闷响 在这一刻 好似要破开苍穹一般 回荡四方时 白小淳全身狂震 喷出鲜血 身体内传来卡卡之声 直接倒退而去 可在他退后的同时 造化丹的力量随之爆发 他的伤势在不断的蔓延时 又被立刻恢复 退到了百丈范围后 白小淳身体停顿下来 抬头时 他面色苍白 急促的喘着粗气 可伤势竟已然痊愈 看似毫发无损 可实际上 白小淳的心中 此刻极不平静 他发现 自己对天人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天人与天人之间 明显的差距极大 这陈好松 应该就是 真正的天人大圆满 尤其是他方才出手里 那种整个苍穹 都压下来的感觉 极为可怕 白小淳抬起头 看向半空中的陈好松 心脏此刻还在加速跳动 可同时也有不服 以大欺小 是不是啊 哼 等我成为半神后 一定要以大欺小 去报仇 这白小淳这里 哆嗦时 他手中抓着周虹 身体更是颤抖 他方才 已被彻底的吓个半死 那天人意志的来临 让他认为 自己必死无疑 此刻劫后余生 对白小淳这里 他已经是畏惧到了极致 他已经真切的看出了 眼前这个白小淳 就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疯子 与此同时 一道赤色的身影 从远处刹那而来 直接就出现在了 白小淳的面前 正是红尘女 他之前完整的看到 白小淳对抗这一指的过程中 心神也在不停震动 看向白小淳时 他忽然发现 自己似乎 对这个白昊的了解 真的很少很少 而偏见 则占据了大半之多 陈昊松 我奉父王之命 红尘女 知道此刻紧迫 收回看向白小淳的目光 压下心中之前升起的震动 猛地看向半空中的陈昊松 四周寄计 白小淳化解天功一致的 这连串的手段 让四周那九个天猴 纷纷地灭色变化 心底吃惊不已 那手段看似寻常 可要知道 这是在眨眼界 就必须要想到的 近乎本能一般 这就非常人所能及的了 这需要的 不仅仅是机智 极致 更需要 极致极深的 战斗本能才可 而白小淳这里的战斗本能 在这一刻 立刻就被众人看在眼里 越发的心惊 这一幕 也让那陈昊松皱眉 感叹了一声 白小淳的强悍 让他也有吃惊 只是以他的身份 出手一次就可以了 就算是他想继续出手 也因红尘女的到来 不好太过刻意 毕竟 在红尘女的身后 站着巨鬼王 只是这些念头 都在心里一转 表面上 他灭色沉了下来 看向红尘女 你 保护不住 陈昊松淡淡出口 此时我赴一寝师大天师 在没有大天师的旨意前 我虽保护不住这白号 可陈昊松 你敢再出手一次吗 第七百五十五集 我不是白号 陈昊松 双目微微收缩 诚如红尘女所说 此事 既然巨鬼王 已经请示了大天师 那么 在没有大天师的旨意前 几乎没有任何人 敢去动这个白号了 之所以说 几乎 是因为在这奎皇城内 还有一个人 也只有一个人 有无视大天师的资格 可这个资格 就算是此人 也不敢去用 此人 就是当代魁煌 白小淳 看着红尘女 与陈昊松 她觉得 自己还没从 之前陈昊松的出手下 缓过神来 如今 又开始忐忑了 整个人 已经在心中 哀声叹气 郁郁愁苦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这小命 今天到底能不能安全呢 白小淳焦急不安 实在是知道 此事都闹到了 大天师那里去了 她就心中敲鼓 关于这大天师 白小淳在蛮荒 虽没见过 可她知道对方是谁 当初在逆河宗时 陈漫瑶的师尊 那个老者 曾出现过倒影 虽因投影通天河区域 使得白小淳 当年看不出 那老者的修为 可如今回想起来 这种手段 岂能是简单得了 而且 心里坠坠不安时 白小淳脑海快速转动着 考虑一旦不妙 自己如何逃出奎皇城呢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这白小淳焦急时 陈昊松取出一枚传音御解 也向着大天师传音 其旁那始终观望的天功老者 也沉疑一番 取出预解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 可在这安静中 白小淳的压力更大了 他觉得 自己太倒霉 太无辜了 自从来到这奎皇城后 自己都夹着尾巴做人了 可麻烦还是不断 在这场面出现僵持时 在这奎皇城的天空上 那片凝聚了整个蛮荒 最大权势 代表至高无上的皇宫中 此刻 于其那一处大殿里 有一个看似平凡的老者 这 排西坐在那里 墓中露出沉思 这老者 看起来虽苍老 可他身上的气息 却诡异的 让人无法产生任何老迈的感觉 似乎苍老的只是外表 其气血的旺盛 仿佛一旦散开 就可以笼罩整个奎皇城 他的衣着简单 只是一套白色的长袍 没有多么奢华 可这简单的白袍 却是足以让蛮荒的任何人 在看到后 都会心中紧张 因为这一切 都源于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 使得哪怕平凡的衣着 也都如同星河披身 他就是大天使 他此刻低着头 手中拿着一枚传音御检 有关八十九区的事情 太多的人向他请示 这本是一件不算太大的事情 可却让大天使思索良久 甚至想的更为深邃长远 有点意思 搬上之后 大天使忽然笑了 只是这笑容呢 有些冰冷 而其目中也带着奇异之忙 围绕在这白昊身边 居然能引动如此风波 巨鬼王要招他围绕 灵灵王 为惜其女念头 要老夫处死此人 九幽王的儿子策划杀戒 四大天使忽然能引动 如今为了此人 有三位牵扯进来 更不用说了 这一次八十九区的事情 几乎涵盖了整个魁皇城内 几乎所有的天公天侯了 就算是正主没有出现 可其族内的子嗣也都出现了 一个白昊居然能掀起如此风浪 有点意思 而这源头既是这白昊 同样也是那两个不安分的皇子 两个皇子的背后兽艺 利用了周虹 以这白昊作局 就使得这么多人如此卖命吗 此计怕是那两个皇子 还想不出来 这种借势的做法 除了魁皇 老夫找不出 其他人可以玩弄得如此巧妙了 大铁师 墓中寒芒更浓 抬起头 看向这片皇宫的深处 不甘心做一个傀儡 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去达成一些烂中的联系吗 可惜啊 你不知道 被你利用的这个白昊 他的身上谜团之多 匪夷所思 此人的身份是白小春的可能性 已经是最大的了 偏偏在老夫准备调查的时候 他竟出现在了魁皇城外 展现出了明皇权 大铁师眯起眼 此事让他心中不平静 明皇 你是在告诉我 让我去相信他吗 大铁师沉默 扮上之后 他在脑海里 将白昊的身份可疑 以及与明皇的关系 压了下来 将心神 重新放回到八十九区 这件事情的本身上 可来 魁皇车安静了太久 魁皇又动了心思了 那么 这满朝文武又有谁心向魁皇呢 大铁师的墓中 露出了阴冷之芒 低头看着玉姐 目光一闪 这白昊 他几乎是得罪了 魁皇城内 所有的权贵了 毕竟 炼魂糊的事情 他算是触犯了重路 既然有那么多人 要让他死 老夫偏偏 要让这白昊活 而且 活得更好 哈哈 大铁师忽然笑了 白小春得罪的人越多 就越代表他几乎成为了孤家寡人了 你是白好也好 白小春也罢 这不重要了 这样的人 成为孤臣 对大铁师来说是好事 而且又有明皇的暗示 这就让大铁师的心里对于白小春开始有了拉拢的心思 最巧妙的是白小春的身后还有巨鬼王的影子 这就让大铁师的心中更为满意 他若与那周子墨真的成为道理 我还要迟疑 可他们二人 不可能 大铁师笑了笑 他知道 这白小春是一把好刀 很适合自己 如今在这奎黄 又起了心思的时候去用 这样一个满朝权贵都得罪了辩儿的人 一旦自己这里给了他机会 又让他认为自己是他唯一的靠山 那么他就必然会死死的与自己捆绑在一起 而且他通过白小春在拒鬼城的那些抄家的事情 也看出对方的性格 必定会借助权势 去报仇的同时 也帮自己找出与斩断那些与奎黄暗中勾结之人 想到这里 大铁师已有决断 抬头时 淡淡开口 来人 去一趟八十九区 传老夫法旨 任命白浩为监察使 掌千军 再传他来见 大铁师话语回荡时 他的前方立刻虚无扭曲 露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先是对监察室这个职务一惊 随后恭恭敬敬的低头 保全称师 随后一晃 小视无影 而此刻 八十九区里 白小春还在愁眉不展 心里七上八下的患得患失 正绞尽脑汁 却琢磨 一旦不秒 自己要如何才能逃走 越想越是紧张 实在是没办法 就只能拼命逃走 好在那造化丹 我还可以吃几次 而且有面具在 只要逃出一段距离 就可改变样子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春 心神压力 越来越大 那种等待结果的感觉 让他觉得心头似乎长得草一样 那种抓心的感觉 让他口干舌燥 巨鬼王爷不靠谱 他又真想救我 传送阵过来 我不就没事了 白小春想给自己壮胆 可眼下却没心情了 他偷一眼看向身前的红尘女 以及天空上的陈好松 身体悄悄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几步的刹那 忽然的 陈好松与其身边的天空老者 神色一动 很快的 红尘女也目光一闪 三人陆续 看去一个方向 白小春也隐隐发觉 一样看去时 立刻就在不远处的 空旷虚空中 此刻忽然扭曲 渐渐走出一个 穿着黑袍的模糊身影 在这身影出现的瞬间 就算是陈好松 与其身边的天空老者 也都神色肃然 红尘女也双眸收缩 至于那九位天侯 更是内心一颤 显然对于这模糊的黑袍身影 很是忌惮 白小春更是内心狂跳 一股强烈的不安之感 让他觉得心脏的跳动声 都成了咯噔咯噔的 仿佛下一秒就会停止跳动 就在这时 那模糊的黑袍身影 在那看不清的面孔内 其目光如精芒 在这四周一扫后 落在了白小春身上 你就是白浩 这声音带着阴寒 让白小春觉得 好似杀鸡降临 他本就紧张着 此刻整个人 如受惊的兔子般 瞬间就跳了起来 我不是白浩 第756集 我 监察室 白小春的声音带着颤抖 在传出的刹那 他整个人就如同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 瞬间就向着远处 急速窜了出去 那速度之快 让四周众人都愣了一下 没人能想到 这白小春居然在黑袍身影到来后 竟直接逃走 就连黑袍身影自己也都呆住了 他实在不是有心去吓唬白小春 而是他平时说话 就是这么阴森森的 给人一种满是杀鸡的感觉 甚至此刻他都没意识到 白小春逃跑的原因 是错觉了他的杀意 几乎在白小春逃窜的瞬间 陈好松目光一闪 一步走出 木然追去 而红尘女灭色变化 咬牙之下 竟起身阻挡陈好松 至于那九大天后 此刻也都纷纷飞出 更有低吼回荡四方 白昊 你逃不掉 大铁石要杀你 这天地间 你无处可逃 就连地面上那些 被白小春吸了声击的天骄们 此刻也都激动无比 纷纷大笑起来 周虹更是振奋 只觉得苍天有眼 看向逃顿的白小春时 他心中快畏无比 白昊 你今天必死无疑 眼看这四周就要大乱 那黑袍身影 也都吸了口气 速度瞬间爆发 刹那就穿梭虚无一般 竟然超越了陈好松 直接就出现在了远处 正玩命逃顿的白小春面前 白昊 你干什么 眨眼间 这黑袍身影 就出现在白小春的前方 刚一出现 他带着怒意的低吼 就传扁四方 白小春都快要哭了 他此刻也看出来了 这个家伙 居然也是一个天人 该死的 怎么天人一下子就这么多了 白小春眼睛顿时就红了 此刻只觉得生死危机 大吼中肉身速度刹那爆发 改变方向 骤然极齿 眼看白小春那里还在逃顿 黑袍身影此刻也反应过来 这是把他给吓坏了呀 顿时就哭笑不得 没理会急速逃去的白小春 他站在原地 直接就沙哑开口 传大天师法旨 这黑袍身影 看不清面孔 他站在那里 声音回荡四方 任命白昊 为奎皇城监察使 掌千军 这是他这辈子 用的最快的速度 宣布的法旨 换了其他时候 他言辞都是阴森缓慢 会给人无形压力 甚至有种如轩天威的感觉 可眼下 他只能苦笑连连 加快了速度 这话语一出 四周刹那就安静下来 追击白小春的那些天猴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甚至隐隐觉得 似乎自己听错了 监 监察 监察使 陈好松 被红尘女阻挡了一下 此刻正要继续 追击白小春的 听到黑袍身影的话语后 他脚步瞬间停顿 更是猛的回头 看向那黑袍身影 脸上露出无法置信 其旁的天宫老者 也是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 至于红尘女 也都愣住了 只觉得这一切 太过匪夷所思 原本他的想法 是大天师 会看在巨鬼王那里的面子 下令让白小春回巨鬼城 可却没想到 大天师居然晋升白小春 为监察使 这监察使的身份 非同小可 王大了说 那是监察 魁皇朝所有权贵 权力之大 足以让人 言之畏惧 在这之前 只有当初 大天师崛起时 安排过一个人担任过 再为百年 掀起无数 兴奉血雨 杀戮之人众多 震慑满朝权贵 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 到了最后 大天师眼看朝堂安稳 这才撤下了那位监察使 让其跟随身边 成为了大天师的家臣 而此人 就是眼前这个黑袍身影 在他之后 这监察使的位置 始终是空的 直指眼下 白小春竟被认命 还有那来自各个家族的强者 以及那地面上 一个个凄惨无比的天骄们 全部都彻底傻眼了 有的之前表情还僵在脸上 甚至有的人失声惊呼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监察使 张千绝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此刻 还在急速逃顿的白小春 他自己也都在听到后 脚步不由的剁了一下 慢慢停了下来 睁大了眼 目瞪口呆 完全懵了 啊 这白小春呆愣愣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但没事 反而似乎是生官了 这 白小春一时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还有些不敢相信 注意到四周 没人追自己后 他小心翼翼的回头 看向远处那黑袍身影 发现这黑袍身影 也在看向自己时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指了指自己 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我 我是监察使 那黑袍身影 古怪的看着白小春 有些头痛 他忽然觉得 这一次大天使 是不是下错了法指啊 这么一个家伙 怎么可能成为呢 让满朝权贵都畏惧的 监察使呢 可他不敢去质疑 大天使的法指 此刻只能心底一探 点了点头 你如果是白浩的话 那么就是你了 不过我倒是很想问问你 你刚才跑什么 心虚 他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白小春眨了眨眼 确定了这件事后 他整个人如做梦一样 有些迷糊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深吸口气后 他小袖一甩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这个 白某自然知道 大天使对我的看重 我之所以跑呢 就是因为想要看 到底有谁 在大天使的法指下达前 要对我进行最后的灭杀 此刻的白小春 整个人一扫之间的惶恐不安 更没有了半点愁容 反倒是一身正气 兼具肃杀之意 刹那间就从其身上出现 哼 你们之前的表现 白某可是都看在眼里了 白小春抬着头 目光在四周众人身上一扫 还有你们 方才一个个都很激动啊 白某都看到了 随后 他又看向地面上周虹等人 深吸口气后 他脸上的肃然与正气 此刻极为明显 还有子墨 今天白某谢谢你来帮我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是个好女人 白小春又看向红尘女 他心底的确感谢 可琢磨着 自己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于是学着大人物的样子 继续的抬着下巴 红尘女面色难看 琢磨着什么叫做好女人呢 他险些没控制住脾气 此刻咬牙哼了一声 这一幕的转换 令陈好松面色难看 四周内九个天猴 也都纷纷发怵了 至于地面上的周虹等人 此刻是内心狂骂起来 纷纷觉得这白小春无耻 方才明明就是吓得 如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逃顿 可如今 知道自己是监察时候 竟颠倒乾坤 说起谎话来是一本正经 黑炮水影再次认识到白小春 此刻内心都生起了无理感 也懒得去理会白小春的那些话语 淡淡开口 行了 随我去见大天师 说着 他转身就走 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里多留 一想到今天的乌龙 他就只能叹息的同时 有种荒诞的感觉 白小春也终于放下心来 知道自己这一次是真的化险为夷了 实在是这些天然要杀自己 没必要转这么大一个弯啊 我居然成为了监察使 白小春看起来肃然铁血 可实际上 他此刻小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 根本就缓不下来 在肚子里负肥一番 他深吸口气 抬着头 趾高气扬 大摇大摆的 跟随在黑袍身影的身后 向着皇宫飞去 地面上 众人沉默 不管心中多么的恍惚与郁闷 也只能相继散去 那些家族来人 纷纷将自家的天骄带走 很快的 此地终于平静下来 至于周虹 则是被人扶起后 他虚弱的急速安排 让人立刻送他回九游城 他不敢在这奎黄城待着了 实在是一想到 白小春这一次居然都不死 甚至被任命为监察使 他就真的怕了 连续两次 都被弄得生机只剩下一丝 而且 这白小春不但没事 反倒风生水起 节节喷高 如今更是入了大天师的法眼 竟被申命为 那传说中可怕无比的监察使 不但是周虹害怕 所有权贵天骄 就算是他们的家族 此刻也都全部心神震化 这原本在他们眼中 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了让他们必须要在意 也必须要关注的存在 这转变太大了 让很多人都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很快的 随着此事的传开 那些权贵中的老狐狸们 也都从这件事情上 品出了大天师的思绪 天要红了 不知是谁 第一个这么开口 很快的 这句话就在奎皇城的权贵中 慢慢传开 甚至 林林王也都在听到这件事情后 沉默了许久 居然不再对自己的女儿 许山禁足 还有九幽王 在周虹回来后 虽将其救治 可却极为严厉 限制他不可离开九幽城半步 而这消息 也很快就被巨鬼王知晓 他在听到这件事情后 坐在王椅上许久许久 脸色不断的变化 嘴中轻叹了一声 天师要人 我能不给吗 班上 巨鬼王摇头 墓中也有一些复杂 还有红尘女 也在回到巨鬼军团后 琢磨今天的事情 有了自己的结论与答案 可以说 整个魁皇朝 因大天师的这一次任命 顿时就形成了无数的暗流 甚至在皇宫深处 一间看似富丽堂皇的大殿中 坐在皇椅上 穿着地袍的当代魁皇 也都在知道了这个任命后 身体僵了一下 双手死死地捏住 扶手上的龙头 而此刻 在这消息传遍四方时 白小纯正跟在黑袍身影的身后 不再大摇大摆 而是小心翼翼去向皇宫 实在是他惊喜已过 此刻泛起的是对那大天师的忌惮 而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一路上 那黑袍身影虽看不清面孔 可白小纯却感受到 对方身上的肃杀与阴森 这感觉让他觉得心下有些压抑 琢磨着自己要不要说说话 缓和一下气氛时 那黑袍身影 似能看出白小纯的想法 直接冷横一声 从现在开始直至大天师赵姐 你都给我闭嘴 这话语说得很不客气 白小纯立刻就内心不悦了 琢磨着自己现在可是监察使 可一想到对方是天人 而且还是大天师身边的亲信之人 于是他默默告诉自己 现在要战略性的示弱 可不是自己真的怕了对方 这才内心哼了一声 这看不清脸的家伙 这是故意坑我 他之前宣法指使 那副杀鸡弥漫的样子 明显是吓唬我 白小纯想到这里 更是生气 可他知道分寸 不露出丝毫 随着黑袍身影 渐渐的到了皇宫 这皇宫太大 如同仙境一般 可白小纯 却没心情仔细看 只是暗中牢记路线 不多时 就随着黑袍身影 在这皇宫中 来到了一处 大殿的门前 这大殿看起来很寻常 没有什么奢华的装饰 反倒很是古朴 散发出阵阵岁月的气息 大殿外的广场上 放着一尊顶 有一些燃香鸟鸟飘声 至于四周 白小纯看不到丝毫身影 仿佛这里是 无人到来的空旷之地 在这里等着 黑袍身影交代了一句 向前走出时 身影消失 不见踪迹 白小纯 抬头看了看 那大殿关闭的大门 安静的站在那里 默默等待时 他隐隐感觉 这大殿如同是一尊凶手 此刻 似乎正凝视自己 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 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一寻思 还是认为 自己这一次 应该是无碍 如果真的要对自己不利 也不会这么麻烦 在这奎皇城 大天师 若是想要抓自己 实在是太容易了 在这等待时 白小纯也在琢磨 自己该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这大天师呢 拍马屁似乎不太好了 巨鬼王吃这一套 可这大天师 我不了解 他一会儿见我时 是会威严呢 还是会呵斥呢 白小纯有些发愁 在这里思索时 忽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似乎有一道目光 从上方落在自己身上 他忍不住抬头 一眼就看到 在那上方的云层中 一个硕大的龙头 正垂下 龙幕内 带着某种好奇的神思 正看着自己 与此同时 一股威丫也随之降临 这威丫给白小纯的感觉 超出了陈好送 让他瞬间就意识到 此龙怕是堪比半神 这条龙 白小纯当初刚来魁皇城时 曾遥遥的看到 可那时距离很远 但眼下 这皇宫本就在半空中 如此一来 这龙头距离白小纯这里 不到百丈的距离 使得白小纯清纯无比的 甚至都看到了 那龙头上的每一处鳞片 这么近的距离 白小纯有些惶惶 于是赶紧脸上露出善意 抬起手 向着那条龙打了个招呼 嗨 你好啊 白小纯话语刚出 那硕大的龙幕内 忽然惊芒一闪 眨眼间 白小纯只觉得狂风突灭 下一顺 这条龙的龙头 竟大范围的垂下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距离他这里 不到半丈 白小纯倒吸口气 吓了一跳 看着眼前这庞然大雾 他甚至都感受到了 这条龙的呼吸 此刻心底颤抖时 此龙 似乎在白小纯身上 闻了闻 目中的好奇更为强烈 白小纯都快要哭了 小心翼翼的向后挪着 可他挪一步 这龙头就靠近一步 到了最后 白小纯头皮发麻 只能挤出善意的表情 想要说些什么事 忽然的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那大殿内 悠悠的传来 他很喜欢你 白小纯心头一惊 侧头看去时 发现那大殿的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打开了 透过此门 可以看到 在这大殿深处 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穿着一身 白色的长袍 整个人 如同一尊神奇 当目光落在他身上时 似乎可以让人 忽略四周的一切 又仿佛 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 当看到这老者时 一切都成为了光明 这种感觉 让白小纯 呼吸为之凝质 内心一颤 眼前之人 正是他记忆里 那位当初 投影到了 你和宗的 陈满瑶的师尊 甚至 哪怕他没在之前 见过此人 眼下也都能意识 知道对方就是大天师 于是立刻就抱拳 郑重一拜 卑职百号 拜见大天师 进来吧 大天师微微一笑 没有如白小春之前 想象时的威严 反倒如寻常老人一样 甚至在这一笑之后 他身上的那种 如神奇般的感觉 也都瞬间消散的 无影无踪 这就与巨鬼王不一样了 白小春 内心忐忑 快速思索 自己该摆出什么姿态时 也立刻的走入大殿内 随着他的进去 那条龙也收回了目光 带着一丝疑惑 缓缓的回到了云层中 大殿内 白小春 如临深渊 他的紧张已到了极致 可心中还没想好用什么姿态 准备剪辑形式 只能随机应变了 可大天师 根本就没去在意 白小春身上的气质 而是坐在那里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一扫后 傻哑的开口 让你来 是问你一句话 你敢不敢 去查一下满朝权贵中 到底谁 打扰了魁黄的清修 这句话 他说的很慢 但却隐隐有一种 射人的气势 融入整个大地 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压迫 降临在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眨了眨眼 一听是这事 他立刻就心底有些激动 一想到自己可以去报仇 查满朝文武 到时候自己说的算 说谁勾结魁黄 谁就勾结 不是也是 解释 必然无人敢惹 于是神情振奋 没有半点吃意 狠狠一拍胸口 大声说道 大天师莫要问我敢不敢 只要大天师开口 我白号 什么都敢 别说是查那些权贵了 就算是去查魁黄 我都敢 这番话 白小春说的慷慨激昂 胸口更是拍的 砰砰直响 这一幕 让大天师神色 有些怪异中 透着一丝戏谑 看了白小春一眼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不怕吗 那个 魁黄 什么修为啊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小心翼翼的 谨慎问道 第七百 五十八集 难道此地闹鬼 这书是在 第四曲 在黑袍身影的带路下 不多时 白小春就离开了云端的皇城 一路几尺中 渐渐的 他看到了在那第四区的一座森然的府邸 这府邸不小 为云闹势 可偏偏他四周的所有街道 没有任何行人靠近 都是绕开 仿佛这里存在了莫大的恐怖 让他们连接近都不愿 远远看去 这府邸通铁黑色 森然阴冷的气息极为浓郁 仿佛一尊趴扶在那里的绝世凶手 给人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白小春看到后 也都心惊之下 吸了一口气 他立刻就看出 此地弥漫了强烈的因死之意 显然在这里上演过多次杀戮 使得此地的虚无都被阴森沾染 长久不散 从外表看 这监察府与凡俗中的衙门有些相似 可也不大一样 在这府邸的门前 竖着两个巨大的雕像 这两个雕像都穿着黑色铠甲 散发出强悍的波动 虽是雕像 可墓中却有灵动 似守护着府邸的同时 也在注意靠近之人 对于黑袍身影 与白小春的到来 这两个雕像目光一扫 就重新收回 不再关注 白小春 对于这监察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两个雕像 他虽看不出太多 但却感受到了 其身上散出的波动 居然堪比天人 堪比天人的雕像 白小春 咽下一口唾沫 觉得自己这一次赚了 若非那黑袍身影在 他都想上去摸一摸 监察府的大门也是黑色的 只开了一半 通过这半开的大门 可以看到里面虽轻石铺路 有一处处阁楼挺远 可却看不到哪怕半个身影 直指黑袍身影 带着白小春走入这府邸内 依旧是四周一片寂静 白小春四下打量一番 他心里不知为何 总是感觉 在这阴森与恐怖的监察府内 似乎太过安静了 这里就是监察府 白昊 你好自为之 黑袍身影 似带着回忆 目光在这四周扫顾 扳上之后 扔给了白小春 一枚黑色的令牌 白小春接过令牌 张开口 正要问些什么 可那黑袍身影转身一晃 消失无影 使得此地 在这一刻 就只剩下了白小春一个人 白小春睁大了眼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令牌 挠了挠头 这就完了 白小春很是不满 觉得自己这么高的身份 这黑袍身影竟如此怠慢 不过考虑 对方是大天师身边的人 这才轻哼了一声 哼 罢了罢了 看在好天师的份上 就不与他计较了 白小春拿着令牌 看向四周 神石也都散开 可却发现 此地对于神石 竟存在了压制 使得他的神石 在这里的范围 也都被压缩了九成之多 这监察府 怎么这么诡异啊 白小春有些紧张了 神石融入这令牌内 却立刻发现 这令牌需要炼化 而且材质特殊 就算是以白小春的修为 炼化速度也都不快 看其样子 至少需要十个时辰 才能将其彻底炼化成功 吃一种 白小春想了想 四下喊了几句 有人吗 哎 哎 有没有人呢 白小春一边喊着 一边向前走着 可直至在这府邸内 走了一半 也都没有看到丝毫身影 这就让白小春诧异的同时 也都觉得不对劲 此地不可能一个人没有啊 白小春沉吟中 神石全力散开 一晃加速前行 直至快要到了黄昏时 他终于将这偌大的监察府 全部都插找了一圈 包括里面每一个大殿 每一处居所 可任凭他找了所有 也都没有在这里 看到除了自己外的第二个人 这就让白小春心惊了 觉得此地的诡异程度 匪夷所思 不会是整个监察府 就我一个监察室吧 白小春吸了口气 觉得不可思议啊 可偏偏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此地 除了自己之外 还存在了不少的气息 只是这些气息 若有若无的同时 又仿佛处于生与死之间 让他根本就寻找不到 此地 难道闹鬼 白小春猛然间一个机灵 想起了奎黄藏宫 刹那间 汗毛耸力 灭色都变了 猛的回头 看向身后 发现身后没有人脸 也没有指人时 他才松了口气 眼看天色渐满 这府邸也渐渐漆黑 那阴森的感觉 更为强烈 白小春心慌 想要离开这里 可却心惊的发现 自己竟然出不去 此地竟有无形的禁止 封锁一切 白小春这个一次 真的是恐惧了 他越来越觉得 这监察府不对劲 尝试之后 发现依旧无法出去 白小春 赶紧找了一处阁楼 推开大门 看着四周空旷 可却没有丝毫尘土的摆设后 他紧张兮兮的 坐了下来 看来 只有将这令牌炼化后 才能知道这监察府内 到底有什么秘密了 白小春低头看了一眼令牌 此刻 这令牌 他已经炼化了三成 他狠狠咬牙 立刻修为尽数运转 全力去炼化 这快点啊 我有种不妙的感觉 这里一旦到了夜里 怕是真的会闹鬼啊 白小春哆嗦中 不由的 对那带着自己来此的黑袍身影 越发不满 琢磨着 这个破令牌 炼化起来 怎么这么难呢 可却没有办法 只能玩命 尽快的炼化 第759集 我们是自己人 天色越来越黑 渐渐的 在白小春这里 玩命炼化令牌时 一到了深夜 四周死寂一片 没有半点声音传来 安静的 仿佛一根针 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可以听到 在这极致的寂静中 白小春心里 越来越发毛 呼吸都不再平稳 而有些急促 用最快的速度 去炼化令牌 可 就在深夜来后不久 突然的 在这炼化令牌的 白小春 猛然间就听到 自己所在的 这阁楼外 竟传来了脚步声 砰砰 砰砰 这脚步声 与心跳的声音 很相似 可白小春能确定 这就是脚步声 但是偏偏的 他的神势散开后 没有在外面 看到丝毫身影 这就让白小春 头皮一炸 真的 真的闹鬼啊 白小春快哭了 他这辈子 除了怕死 就是怕鬼了 哪怕都是天道原因了 还是无法彻底 改掉这个毛病 此刻 黎安芒从储物袋里 掏出一大把符文 赶紧的贴在身上 这些符文 都是他当初 在逆河宗留下的 曾经 在那魁煌藏宫内 起到了一点点作用 此刻 也都不在乎什么 暴露不暴露了 况且 还有面具遮掩之力 大把的贴好后 他依旧心惊胆缠 一边快速炼花令牌 一边小眼睛 不断的看向四周 生怕突然看到一张人脸 我是监察室啊 这里是监察府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啊 白小春紧张时 忽然的 外面的脚步声 竟越来越多 仿佛在这阁楼外 有千军万麻一般 这就让白小春 更抓狂了 这么多鬼 白小春面子煞白 正心惊实 他的阁楼外 居然传来敲门的声音 这声音很有规律 不断的敲动时 白小春整个人 都快要跳起来了 他喘息激促 身体颤抖着 死死的望着大门 许久之后 那敲门声才消失 门外的脚步声 虽再次传来 可却给人感觉 似乎那千军万麻 已经远去 又等了好久 确定外面没声音后 白小春擦去了一把冷汗 他觉得有些丢人 琢磨着 自己这么厉害的修饰 且在这蛮荒 身为炼魂师 炼火的时候 融入的冤魂多了 眼下居然被鬼给欺负了 这就让他心底有些鄙视自己 笑什么呢 白爷爷我会怕鬼 我不出去 那时还没炼化完令牌 担心引起一些误会 白小春想到这里 立刻就不觉得自己丢人了 正要继续炼化时 突然的 这阁楼的大门 传来一声 轰鸣巨响 竟直接的被一股大力 从外面 木轰轰开 随着大门的敞开 一股阴风瞬间扑灭 吓得白小春尖叫一声 全身修围 全面爆发 身体更是急速后退 口中大吼 我是监察使 我们是自己人 也不知道 是不是白小春的吼声 起到了作用 那敞开的大门外 虽一片漆黑 可还是能隐隐看到 没有丝毫身影 很是空旷 白小春额头冒汗 气息都有些紊乱了 顺着敞开的大门 看向外面 夜里的葵黄城 在白小春的记忆里 依旧是喧闹的 八十九区都如此 更不用说 这处于中心区域的 第四区了 要知道 此地的四周 在白天时 可都是闹事啊 但诡异的 在这夜里 哪怕大门敞开了 可白小春还是没有听到 丝毫的吵闹之声 甚至他的目光 顺着大门 看向远处时 骇然的发现 远处 那白天里热闹的街头 如今也都漆黑一片 显然 这附近的所谓闹事 都很清楚这里的情况 在夜里时 都选择了熄火 以及安静 这里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白小春 牙齿颤抖 右手掐绝一指 将那大门 摇摇的关闭后 他警惕的看着四周 神石不断的散开 没有任何发现后 他忽然一拍出无带 一座魂塔出现后 白昊的魂 从其内飞出 徒儿 你是鬼秀 快帮违师看看 这四周 有没有你的同类 白小春赶紧开口 白昊的魂 刚出来 还有些发懵 迟疑的看了看四周后 又闭目感受一番 随后 皱起眉头 露出狐疑 师尊 这四周 没有如 我这样有神志的鬼魂 不过 这里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似乎是处于 生与死之间的 特殊区域 说不清晰 甚至在我感受中 此地 白昊的魂 看向白小春 后面的那句话 正要开口时 发现自己的师尊 面色苍白 一副惊恐的样子 于是忍不住问道 师父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为师一点都不害怕 你继续说 白小春 舔了舔嘴唇 他觉得 自己不能在徒儿面前 露出恐惧的样子 于是一拍胸口 师尊 我没说你害怕呀 不说这个了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 此地 怎么了 白小春 心虚的打了个哈哈 赶紧避开话题 白昊的魂 古怪的看了看白小春 这才继续开口 此地 在我感觉 似乎不是空旷的 而是遍地都是身影 似乎 藏着大量的身影 白昊的魂 这一句话 直接就让白小春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立刻看向左右 可却 什么也都没看到 师尊 那个 你是不是害怕了 白昊的魂 看向白小春 心底那种古怪的感觉 也更强烈 又觉得有些好笑 他还是首次看到自己这师尊如此惊慌的样子 要知道 师尊面对那数百天教时 也都没这样 白小春心头已经开始哀嚎了 可听到自己这徒弟的话语后 却深吸口气 眼睛一瞪 胡说 我会怕 我什么都不怕 白小春大声开口 说完后 他又扯开了话题 将白昊的魂拉在身边 白小春一边练花令牌 一边与白昊聊天 徒儿啊 最近感觉怎么样啊 那个 十八色火如何了 徒儿啊 我们的铺子是回不去了 我们得琢磨个新的办法 来赚取冤魂呢 白小春不断的找着话题 白昊虽面色古怪 可却依旧回应 只是说着说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春也都找不到话题了 索性 将面见大天师的一幕 也说给了白昊的魂去听 白昊的魂听到这一幕后 神色立刻肃然起来 当时在皇宫里 他不敢露出丝毫波动 也就无法察觉 白小春在大天师面前的表现 去查 谁与奎黄联系 白昊的魂也都心惊了 立刻意识到 师尊陷入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中 师尊 此事非同小可 大天师之所以 不但没有顺从众人之意来灭杀我们 甚至 还认命师尊你为监察使 这显然是看到 你得罪了这么多人 所以要让你 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刀 白昊的魂目中露出锐利之色 立刻分析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实在是为师太优秀了 白小春眉头一挑 说起此事来 他一时之间也忽略了此地的阴森 不过却没忘记面具之力的遮盖 将这四周防觅不断 师尊 这件事 也许对我们来说 是个机会 一切的重点 都是在大天师的态度上 他既然 是因你得罪了所有人而更看重 那么 他就希望手中的这把刀 更锋利 所以 师尊你以后得罪的人越多 我们就越安全 白昊的魂 此刻脑海不断运转 依靠他的智慧去帮白小春 将这件事情看得更清晰 对于白昊魂的聪明 从当初孙一凡与司马涛的事件上 白小春就已经看出了很多 此刻文言深以为然 点了点头 眼看自己的想法 得到了师尊的认可 白昊的魂也很开心 他目中闪动着奇异光芒 脑海快速转动 忽然双目一鸣 低头靠近了白小春 轻声开口 师尊 我隐约猜出了大天师的心思 他必定先平定内部隐患 随后削弱各方诸侯 平定内部隐患 我暂时还没有计策 不过 削弱各方诸侯 我却有一计 若适当时候去用 可让满朝权贵 各个家族内部崩溃 即为师尊立功 又解大天师心结 让其安心 白小春低一声 说着他的计策 这 这也太狠了吧 白小春 听了以后 睁大了眼 师尊 这条船 我们既然上了 就要 坐到底 第七百六十集 监察抵御 此事啊 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做好我这个监察室 白小春沉吟着 白号的计策在他看来 极为狠了 让他有些迟疑 不过 此计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去用 眼下倒也不急 师尊 我们也要开始暗中布置 以防鸟尽工藏之事 白号看了白小春一眼 再次慎重开口 放心 此事 为时有经验 白小春哈哈一笑 他不这么说还好 一这么说呢 白号立刻有种 不妙的感觉 只是看师尊这么自信 他也实在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苦思冥想了不少办法 不断的与白小春沟通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四周的诡异之事 倒也没有继续发生 而白小春在这沟通中 对于令牌的恋化 也没有停止 清晨时 白小春外出一趟 发现那禁止还在 自己依旧无法走出 这监察府时 他已经完全确定 只有恋化了令牌 才可掌握这些禁止 于是继续炼化 很快的 在这第二天 黄昏即将降临时 白小春终于将那令牌 彻底的炼化了 用了计十三个时辰 比预计耗费的时间 还要长 在这令牌 被炼化的刹那 白小春深吸口气 看着快要黄昏的天色 他神石木然融入令牌内 脑海直接就传来 如天雷般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他的神石与这令牌 融合到了一起 竟在他脑海里浮现出了 整个监察府 全部景象 在看到这景象的瞬间 白小春睁大了眼 整个人身体狂震 更是倒吸口气 甚至以他的定力 也都惊呼失声 这是 这是 他的脑海里 监察府如同被缩小了 无数倍 清晰无比 他竟是修建在 一口口棺果上 可以说 整个监察府的地底 都是棺果 那棺果之多 密密麻麻 层层叠压 一共九层 足有十万以上 而且 每一个棺果内 都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而越是向下 棺果就越少的同时 散出的波动 也就越是让白小春心惊 尤其是在最下方的第九层 只有一口棺果 可其那散出的气息 让白小春通过那预检感受到了后 都傻眼了 那赫然是半神的气息 天哪 这白小春 胸膛起伏极快 他更是发现 这所谓的身份令牌 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器 操控着十万棺果的法器 他甚至有种清晰的感觉 只要自己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这十万棺果同时开启 使得其内存在的尸骸 睁开眼 遵从自己的全部命令 这就是监察府吗 白小春整个人都有些懵了 好半上 他才收回神石 呆呆的看着手中的黑色令牌 他不相信这是主令牌 他明白 大天使不可能将这么一股 惊天动地的力量 完全的交给自己 这应该是紫牌 真正的主令牌 是在大天使的手中 他可以随时让监察府下的 这股势力改换门庭 不过 这也没什么 只要我不是与大天使作对 我就能用这股势力 那就足矣了 白小春 激动振奋不已 他调整灰膝后 立刻神石再次融入令牌内 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 埋葬棺果的地方 猛得一鸣 苏喜 白小春意识刚毅波动 立刻 他锁在阁楼的大门外 那片青石地面上突然震动 眨眼间 地面碎裂 一口充满了沧桑气息的黑铁棺果 直接飞出 轰的一声 竖着 落在地面上时 那棺果的盖子更是直接被一股大力 从内部猛得推开 随着棺果盖子掉落 一股死亡的气息 带着腐朽 扩散四方 在那棺果内 赫然走出一个 穿着黑色铠甲 戴着黑色面具 全身上下散发出阵阵 无法形容的杀气大汉 这杀气之强 似曾经杀戮无数 让白小春也都灭色变化 他缓缓走出 直至到了白小春的面前时 慢慢的抬起头 其目中露出赤色的光芒 一股园莹大圆满的波动 赫然在这黑甲尸葵身上 清晰扩散 他看了白小春一眼 似牢牢记住白小春的气息后 这才低头 砰的一声 竟半跪在白小春的面前 白剑大人 嗡嗡的声音 从其口中传出 低韵中蕴含了无上的尊敬之意 白小春神情一宁 目中露出强烈的身材 白浩魂一眼是吃了一惊 这监察府竟藏着如此地狱 白小春拿着令牌 机动中神识在内不断的凝聚 向着一口又一口的光果 传出了苏醒的意志 很快的 整个监察府内大地轰鸣 一口又一口光果陆续飞出 眨眼间就足有上千口之多 全部降临后 那些光果的盖子都被推开 走出一个又一个气息一样的黑甲大汗 这些人中最弱的也是园英中气 最强的则是两位半部天人 他们的出现傻气惊天动地 影响了此刻的风云变换 四周似乎隐隐间 还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回扰 而这也仅仅是监察府地下众多光果中的 微不足够的小部分而已 白小春想要召唤更多时 却发现这令牌也不是万能的 存在了一些限制 似乎最多的也就召唤出一千而已 而且只能召唤前七层 而在第八层中 有十口光果 上面散出的气息 那是天人的波动 可却明显无魂 只是肉身之力 千人也可以了 白小春 没有因此气馁 此刻欣喜无比 看着那一千个黑甲大汗 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种感觉 似重新回到了长城 意志之下千军齐出 这要是前几天 那些人再来惹我 我都不用说话 一挥手 就可让那些人全部趴下 白小春兴奋中 信心也无限生气 对此之后 他觉得大天使果然比巨鬼王靠谱好多 巨鬼王给的赏赐都是虚的 可这大天使出手就是千军 除这千军外 白小春还在那黑色令牌内 找到了另外的用法 他发现 这令牌里竟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罗万象 覆盖了整个蛮荒 以及奎黄城内的所有权贵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 时刻盯着所有人 将他们身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都汇聚在这令牌中 使得掌握这令牌之人 一扫之下 就可以知晓天下 几乎所有密文 这就让白小春 嗨然心情不已 他立刻就从这些消息里查出 当日 那数百人之所以围攻自己 是因有人造谣 推波助澜之下 才引起了众怒 出现了围杀之事 而那造谣的罪魁祸首 其中周虹 竟只是一个引子 几乎所有炼魂湖内 白小春生擒之人 都在这里起到了一些作用 而这些都是表面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赫然存在了两个皇子的痕迹 白小春立刻就怒了 这些事情 他之前知晓的不具体 演一下 才算真正清晰 尤其是白小春想起 周虹身边那个拿着罗盘的青年 于是立刻通过令牌去查找 很快的 他就对上了号 那罗盘青年赫然是大皇子 麾下的客亲之一 哼 欺人太甚 白小春咬牙切齿间 想起大天师给自己的任务 又想起这些权贵 怼自己的杀机 他目中也露出了寒芒 师尊 此事要忍一下才好 若是因此坏了大天师的事情 我们就被动了 白昊的魂在白小春身边 眼看白小春 似怒及连忙问询 知道了答案后 他想了想 劝说道 哼 此事不能忍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反正大天师 也不知道谁心想葵煌 也没告诉我 谁不能去查 白小春一白手 他眼下大权在握 背后又有大天师 可以说是小命安全的很 依他的性格 自然是要去报仇 不过白小春也明白 自己虽有大天师的法治 权力不小 可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据 这样的话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被动 证据难找 可这是对别人而言 白小春一想到证据这两个字 他的脑海里就立刻浮显出了 巨鬼城的黑牢内 那些重犯心里藏着的包罗外相的秘密 走 我们去奎黄城的大牢 白小春傲然开口 带着白昊的魂飞出 心念一动 立刻那一千黑甲大汉 瞬间飞去 簇拥白小春 直奔于远处 如今虽是黄昏 可奎黄城内的热闹繁华 还远远没有消散 街头行人众多 而白小春带着上千黑甲大汉 一群人气势汹汹 所过之处如阴风扫过 气焰嚣张的同时 那些黑甲大汉身上的死亡之意 以及那惊天的煞气 立刻就让所有看到之人 心头全部一震 那些是什么人啊 好重的煞气 这不是白昊吗 他身后那些黑甲浑修 怎么一个个看起来充满了惊人的死意啊 议论之声 顿时四起 白小春振奋得意 感受着无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整个人意气风发 大有一种千军在手 谁敢惹我的感慨